你知道最近 民眾黨就是各種被打 那當然紅安他被打 某程度的一個陰謀論是 綠營他可能是想要 所以你們地方黨部是不是都會有一些 所謂的這種 染黑的狀況啊或什麼的 那我們現在 也跟這個第三方的 主告平台 然後也做了簽約來做了成立 那我們就希望說 讓黨員可以直接在這個平台上面 匿名去做舉報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像是紅安一樣 紅安他現在也是 他面臨到這些可能一些爭議 那你說到底跟 這個連政的倫理規範 會不會有一些相關的 抵觸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交給 在政風這邊他們持續去做一個調查 然後看怎麼後續處理 歡迎收看有梗來報 我是主持人寶珍 好我們在這個直播的部分呢 不管是在我們的梗傳媒平台 還有包含在中天的平台 我們都有直播喔 所以拜託大家 趕快來幫我們衝一下流量 也記得要來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 耿傳媒的會員 可以來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也可以不時來看到一些有趣的花絮喔 好歡迎收看有根來報 又來到禮拜三晚上的時間 我是寶珍 好大家最近應該非常的關心民眾黨喔 因為我覺得應該不只大家關心 我覺得民進黨好像也蠻關心我們喔 特別喜歡打我們 那當然最近大家有看到就是高鴻安市長 有非常多的一些這個訊息 然後大家也覺得啊那你到底沒有違反一些相關規範啊 然後又甚至說有這個前局處首長有出來做一些爆料指控等等的 那我們覺得其實這個真的是這樣 如果說真的有些相關疑義的話 我們就有證據拿出來 那包含其實高鴻安市長他也是很配合在 鎮峰處的一個調查 然後也都會去了解一下狀況 然後進一步去做處理 所以其實這真的就是很多的訊息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那我們就覺得如果要憑事實來說話的話 就大家拿證據出來 我們再來好好的說 就是因為我們最近就發現到其實民進黨 還不知道跨綠營 他們就很喜歡一直想要來潑髒水啊 我們先不論到底事情的真實與否 但是有很多還沒有定案的事情 他們就會一直很急著 立刻想要定罪在你身上 馬上先扣一個帽子 就說啊你又是怎麼樣又怎麼樣 但我們就真的很想要跟大家提醒喔 當時在前陣子的時候 台灣民意基金會有一個民調 他問說欸請問你覺得民進黨是不是一個 跟黑金勾結的政黨喔 後來呢43%也大概有800萬的選民 他們是覺得欸對 民進黨就是一個跟黑金勾結的政黨 好那這件事情呢 這個民進黨到底自己有沒有內部的去做一個檢討 又或是他只一直想要趕快轉移焦點 然後把所有的錯全部都推在在野黨身上嗎 現在到底是誰在指稱喔 你知道最近民眾黨就是各種被打 那當然洪安他被打這個某程度的一個陰謀論是 綠營他可能是想要藉著這個同時打科P 也同時可以打郭台銘董事長喔 所以這應該是綠營他們在整個操作上面的一個手法 那所以包括像最近可能在偏綠的政論節目上面 每一頁都在談洪安 那我必須講洪安真的是一個流量密碼 因為最近很多媒體就是他們私下 就節目單位也會講說 啊真的是講高洪安那個收視率都特別好 流量也特別好 所以他們就特愛講每個都講 就是不管偏藍偏綠 他們現在都在聊洪安 那當然洪安他自己也是覺得說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覺得現在應該是總統候選人 在拋政見 然後大家應該要去討論這些政策論述的時候 可是卻他好像就佔用到版面喔 他其實也不希望這個樣子 那當然很多時候可能被帶風向 或是有一些很一個點 然後被無限無限無限的去做一個擴大跟擴張喔 然後所以導致到在渲染之下呢 就會覺得喔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還有朋友就很搞笑 他就說欸現在到底是誰在選總統 他們知道是洪安在選總統嗎 當然我覺得洪安市場也辛苦啦 因為他當然現在還有這個案子要面對嘛 那當然我覺得司法的話我們就尊重 但的確他最近也承受了非常非常多的 這一些各界上的一個聲音 那當然我覺得批評指教他當然都會來學習接受 那包含他其實也有提到他覺得 好像在這個做人跟做事上面 他自己也去思考了一下 就稍微再檢討了一下 就覺得欸到底是不是做事當然很重要 但做人是不是他某程度上有一些沒感或什麼沒有注意到 然後不小心讓人家覺得心裡不舒服等等喔 所以他其實在媒體上他也有講說 他覺得他自己也會好好的再去思考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做更加的周全 我覺得是這一次透過 一系列的一些相關的風波 他可能也會再去思考一下 包含像這個坐車 坐的這個車子好像也有起了一些相關爭議 那當然釜方那邊他每次說 欸那接下來在幫鴻安市場安排坐車的時候 也會特別特別的留意喔 所以他其實後來這個也有開始搭計程車嘛 就因為被人家傍大解釋 就在說欸他今天搭的是什麼牌子喔 是不是名車是不是好車 就整個真的是非常實交 就大家到底為什麼會一直非常非常的去 著重於這幾個點 然後他把他拉出來 就其中一輛他就覺得他是百萬好車 但問題就是他也搭過Toyota 也搭過Suzuki 就是他其實是 有些同仁他可能他們只是同一個行程 要一起去別的地方 那他們就覺得那不然就順道載一下 他可能也沒有去意識到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釜方他們那邊也是 有提到未來在安排坐車這件事情上面 要更加的謹慎 這真的是這一次透過很多的一些這個狀況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鴻安他最近 要面對這些事情 那當然我們這邊其實民眾黨也都會被問嘛 說啊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那我們就覺得 如果只是影射的話就大可不必 但如果真的有證據 真的有一些不法的事實的話 那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就是 不論是誰 我覺得大家都一視同仁 就是我們沒有要去雙標或什麼的 但民進黨他們就會一直 很多他們就比方說 他們昨天吧 然後又開始說你看 怎麼柯文哲跟侯友宜 都是這個有點類似什麼 包庇貪污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天啊民進黨 你們先稍微這個 釐清一下你們自己的內部 你們可以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都一起求進步啦 應該這樣講就大家一起求進步 就是我們也不想要去比爛 就是很多他們就說什麼 啊民進黨你自己案例這麼多 你怎麼不去講 然後一直在那邊說別人什麼的 但的確因為我們在小黨的一個發展上面 就比方說像最近大家一直看到說 我們地方黨部是不是都會有一些 所謂的這種染黑的狀況啊 或什麼的 那我們現在也跟這個第三方的舉報平台 然後也做了簽約來做了成立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讓黨員 可以直接在這個平台上面可以匿名去做舉報 因為必須老實講 在我們組織成長擴張的一個過程當中 人員來來往往 有時候可能在那個審核或是 檢核的機制上有時候不小心撈稿 或是說他原本沒事 但是他後來進來之後 好開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欸這個也有 所以如果他是進來之後 然後現在進行事的話 那就需要有人直接去做一個舉報 其實這是最快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透過這個平台可以讓整個機制可以變得更彈性 然後也可以更即時一點 就是只要有人發現不對的話 立刻去做舉報 如果他覺得欸沒有直接的一個管道 可以直接立刻跟黨中央聯繫的話 就透過這個舉報平台 他就是一個公正的第三方 然後就可以去透過這個平台 他這個去了解一下狀況之後 他也會再給到這個黨中央這邊來 那當然我覺得除了這個機制之外呢 我們現在也是要去把我們這個黨職的任用標準 再去加嚴把它調得更嚴格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現在的這些地方黨部的一些幹部 我們都要去再去做一個清查 然後去了解一下到底有沒有哪些有這個問題的部分呢 如果真的有不法的事實的話 那可能說該解枝的就解枝 所以其實這真的是有時候應該說不經一事不講一致 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我們必須要先去面對它 我們才有辦法真的去想辦法去解決 那當然因為光這個染黑這件事情應該燒了大概有 應該快一個月吧 因為從那個一些這個有心人士的話 他們就很喜歡一直爆料 但我覺得只要是批評指教我們都會虛心接受 那當然我覺得這種爆料有時候也是可以鞭策我們更加進步的一個原動力 就是我們覺得如果真的發現到 好像在我們目前的這個制度 還有不夠完善的地方 那我們就先去把它做得更嚴謹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像是鴻安一樣 鴻安他現在也是他面臨到這些可能有一些爭議 那你說到底跟這個連政的倫理規範 會不會有一些相關的抵觸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交給在政風這邊 他們持續去做一個調查 然後看怎麼後續處理 但是但是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議題 登革熱 好最近大家講的比較少 那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登革熱這一題 原本大家好像覺得沒有什麼 就覺得登革熱不是常常都 每年到夏天的時候都會有嗎 所以大家好像也沒有特別在意 那我們後來就覺得更加奇怪了 因為台南他基本上在登革熱都一直都蠻嚴重 那一直到今年其實他現在也是最嚴重的那個 他目前這個已經超過了6000例的一個病例了 那佔全台灣大概就是破9成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就會發現台南到底是發生什麼狀況 當然一方面是跟這個之前缺水 上半年可能之前有缺水的狀況 所以很多人家在呼呼 他們都會有一些這個水桶啊 或是儲水的容器啊 那到了夏天之後呢 就開始在這個水桶裡面儲水的容器裡面 他就開始滋生這些蚊蟲 然後後來就開始延伸出一連串的一個風暴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是因為今年有所謂的暴復性旅遊 所以有些可能他是從外面境外移入你知道嗎 就是他是變成是外來的 然後境外移入的一些案例 所以他變成說就是有這種連鎖性的一個反應 然後最後就變得很嚴重 那大家就覺得很怪 因為怎麼會新聞報導的好像不太多 那大家可能只是看到說 啊今天又增加幾例啊 然後那個哪裡又有啦 或是甚至有一些死亡的個案啊等等的 那好像就覺得那到底政府 你有沒有在真的在進行一些積極性的作為呢 這個是大家非常關注 那當然台南齁 有時候講到台南民進黨就很容易跳起來 所以很多報導好像都特別都很保護台南 你知道嗎 就是台南就會覺得奇怪這是什麼 一片淨土 不能隨便去碰 不要隨便碰 不要去隨便去打到這個民進黨的一個 最核心的一個本命去 那當然我們還是得講 這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好 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在這個雲林縣以南 他大多那個病霉紋是這種埃及斑紋 然後他是傳染性非常強 而且他是室內紋 所以基本上在清消的狀況 其實可能有些地方政府他沒有去特別的 這個著重的點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他應該是要去針對室內去做一個清消 可能會比較容易對症下 因為畢竟他這個病霉紋是埃及斑紋 他比較是室內紋在室內活動 所以你如果在室外 然後一直噴灑這些相關的一些藥劑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對他是真的是最直接去消滅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方面 就是政府有沒有去宣導 就是到底民眾是不是也不能隨便自己去噴藥 然後是不是應該要透過地方政府的一個協助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應該是在宣導上面要去加強力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大於60歲以上的確診個案 是佔了37% 所以對於很多的一些年長者 或是他可能是獨居 然後甚至是行動不便的 那你是不是可能對於他們的環境 也可能需要去更加強的去幫助他們做清潔 所以可能會比較需要的是對症下藥 然後你對於有一些他急需幫忙協助的那些地方 可能要先去做一個清潔 這可能會是比較這個直接一點的 然後避免他持續往外做擴散 那所以這個就是疾管署的疾管局的前局長 就蘇一仁其實有講 他說其實台南現在已經快要有點 快hold不了了 就快hold不住了 因為他這個病例太多 然後地方上他這個負荷的量已經有點快要超過極限值了 所以當然你說是不是可能在明確的去訂定一個SOP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他彼此要怎麼去做一個合作跟協助 然後訂定出這個SOP之後 他包含中央他可能在醫療資源的一個調度 能不能夠做得更加的及時 這可能才是能夠去真正的幫忙到 現在台南特別是台南 台南的市民朋友真的辛苦了 因為最近都要去面對這種疫區 就因為變成他現在已經是重災區了 在登格爾是重災區了 所以台南市民也辛苦了 那當然我覺得應該是看怎麼樣可以避免 這個疫情持續一直擴散然後變得更加的嚴重 這個應該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要一起來合力解決的一個問題 結果好不好 這個政府不要再睡了 因為最近大家發現到登格爾雖然沒有被特別的拉出來關注 大家最近可能前陣子一直在關注這個雞蛋嘛 關注雞蛋的問題 但我們也發現到農業部好像怎麼說也說不清這樣子 然後那個蛋也是標示的期限非常的有問題 他說哎呀有打蠟不用擔心啦 然後後來就發現 沒有還真的是標錯日期 那請問農業部你是在騙民眾嗎 就是你怎麼在欺騙民眾 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也不要去好像當某個廠商的發言人 還是代言人 就這不是你們的職責 你們的職責應該是把食安顧好 然後包括可能一些農民他們的權利把他顧好 這應該才是農業部該做的吧 來當某家業者的這個代言人有點怪怪的 好那今天我們來回來講台南 台南大家可能也還有印象 就是當時在2015年的時候 賴清德他那時候是市長 他曾經就是為了要抗議李全教社會 就李全教前議長社會的案件 所以呢他就選擇不進議會 大概232天不進議會 但是那個時候 這個疫情就是登革熱疫情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嚴重了 可是他還是選擇不要我就是不進去 然後一直到那一年的8月底的時候 整個台南已經累積超過3000名的 登革熱的確診的病例 他才受到輿論的壓力 說不行了 好我覺得好像這個抗議已經有達到初步的成效了 我可以進議會了 大家覺得那你在 你在你之前在堅持什麼 你只為了你的政治光環 只為了你的政治理念 所以你不顧台南市民的人命嗎 這非常嚴重 然後再來後來去統計發現到 2015年的那一年 台南市最後超過2萬多例 有一個數字揭露說 大概2萬7千例的一個病例 然後有112人是死亡的 那當時可能就因為 賴清德前市長他堅持不進議會 然後沒有好好的去做這個指揮的動作 所以變成整個疫情失控到完全沒有辦法 一發不可收拾 後來整個疫情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其實光想起來就會覺得天啊 余計猶存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黃慧哲是講 不要再犯了 真的不要再犯了 因為你知道其實監察院之前就已經 針對當時的一個 這個登革熱的疫情 他已經有對台南有指出的5大缺失 包含就是沒有及早發現資深源 然後噴藥非常的混亂 再來就指揮機制失序 還有平常呢是沒有做好專業的培訓 包含怎麼清銷啊 然後你也沒有去告訴民眾 宣導民眾該怎麼去應對 然後再來就是沒有定期去清除資深源等等的 好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希望黃慧哲市長 可以去正視這件事情 然後去做一個調整 但是前幾天 我們看到不管是賴清德 賴清德副總統現在都在 蠻鬧子都在想選舉 到了台南的本命區 大家千萬賣好老闆啊 一定要讓他開出最高票 在本命區怎麼可以丟臉 這到了台南已經是疫情嚴重到不行 他還是只想著選舉 他也沒有想說啊 關心大家一下這個登革潤應該怎麼做啊 應該要怎麼去防疫防治啊 然後沒有沒有講這種東西 全部都在想選舉 再來就是黃慧哲市長 前幾天還給我出國 出國幹嘛 他說沒有啊 我真的去考察了啦 大家都誤會 我要出國考察行銷 幫忙行銷 不是現在登革熱疫情都這麼嚴重了 基本上應該縣市首長 這個最好就是坐鎮在那邊 好好的指揮 當然他可能說啊 我又不是出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就一兩天好就回來了 但大家還是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給市民朋友一個交代 因為我們後來就發現 黃慧哲市長跟前台南市長賴清德 很像真的很像就是當時在2015年10月底的時候 賴清德前市長也曾經不顧登革熱的疫情升溫 然後他還是率團出國 一樣一樣發生一樣的事情 我說天啊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而且最誇張的是當時台南市登革熱病例 就已經突破了一萬八千例了 比現在還要都兩倍 然後我們就覺得哇 當時這種情況賴清德都可以出國喔 那我們就覺得喔那黃慧哲難怪覺得好像還好 說現在不過大概五六千嗎 應該還行嘛 不是就是這個黃市長 還是要稍微看一下當時這個賴市長 他那個時候是怎麼樣去面對這些輿論的 如果都當時已經被批評 然後你還要去做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台南市民或許可以包容你 但是我覺得在全國民眾的眼裡 就會覺得你在幹嘛就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既然是 就是當疫情已經開始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峻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那你真的非出國不可嘛 當時賴清德就面臨到這樣子的一個聲音嘛 那黃慧哲這次也是一樣 大家覺得現在怎樣 就是疫情都已經這麼嚴重 然後你非出國不可嘛 所以我覺得當然有時候我們就是論事 你如果是真的是已經排好的 一個行程 那有沒有機會可以挪動 如果真的非得怎麼樣都挪不了的話 那你還是要給市民朋友一個交代 就是你現在接下來 你在防疫這個登革熱的疫情的時候 你打算怎麼做 那你會怎麼樣去跟中央去求援 希望中央可以怎麼樣去協助你 那你如何可以控制住這個疫情 不要讓它持續的擴散 然後甚至外溢出去 因為現在其實整個疫情有點 慢慢在往背擴的一個狀況 但所以還是要這個提醒大家 因為算是有時候其實也不太好去 就是自己個人有時候可能也不太曉得 所以我是被叮了 這有時候也不曉得 這的確是不太容易 一旦我們就這個保護自身 小心自身 大家就有時候可能出國回來 就說我怎麼突然變代言者 這個有時候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可能在就是台南這邊 要特別特別的先去重視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最嚴重的就是在台南 希望登革熱的疫情 可以真正的被有效的控制住 然後把它抑制下來 好那今天的梗傳媒的有梗來報就到這邊 所以我也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像登革熱這一題 雖然好像新聞報導沒有非常的關注 但這也是執政黨他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而不是他一天到晚只想著選舉 一天到晚只想著說我要怎麼去打在野黨 我要怎麼去批評在野黨的候選人 我覺得執政黨該做的事情 還是要好好的把它做好 民眾都看在眼裡 好感謝大家收看 那就晚安 掰掰 掉頭髮 身體乏 老得快 怎麼辦 你的健康問題就交給Herman Organic 給你更健康的生活 雖然向盜 小路 和 accounts 說 雖然安 乜